最受欢迎的新北市外籍劳工歌唱大赛 要登场想要一盏歌喉的外籍劳工朋友还有雇主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底 欢迎报名参加 新北市第九届外劳新光帮歌唱比赛即将开始 这一次的赛程分为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四国歌曲组 外籍劳工国台语独唱以及雇主与外籍劳工国台语合唱等六组 各组的冠军可以读得新台币一万五千元奖金 老公姐欢迎热爱歌唱的雇主与外劳组队参加 让好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我们为了让外籍劳工朋友在新北市工作之一 还能够有一个正当的修行活动 那也可以联络这个雇主跟外籍劳工之间的一个感情 所以我们特别继续地办理我们外籍劳工新光帮的歌唱比赛 那今年已经迈入第九届了 那凡是在我们新北市工作的这些外籍劳工 或是他许可敌在新北市的都可以来参加 那我们有分成六个组别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印尼 越南 菲律宾 还有泰国的那个歌曲组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外籍劳工的这个国台语组的独唱组 还有就是我们外籍劳工跟雇主的国台语组的合唱组 所以总共有六组 有兴趣报名参加的外联朋友以及雇主们可以透过电话录音 通讯软体或邮寄录音光碟等方式报名 或上脸书南洋文化活动新光帮歌唱大赛的粉丝页 了解比赛详细资讯 报名的方式很多言话 比如说电话录音或是通过通信软体的LINE 或是说通过光碟的录音 那这种方式的话有这三种 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很多外籍劳工朋友 他们可能是在公园或是在各些教会教堂 那我们也会透过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这个网页公布 就是我们会主动到那边去做一些录音 所以也有兴趣的外籍劳工朋友 或是我们雇主可以透过我们粉丝页 去了解这些相关的信息 另外为了便利外劳朋友参赛 主办单位也将到新北市各公园教堂等地区 进行巡回宣传以及现场报名 详细时间以及地点将公布在脸书 粉丝同样民众可以自行点阅参考 接下来我们将素材报道